心肌梗塞发作第一时间 像这样用力咳嗽 真的能救命吗 血就是吸带氧气去全身 所以当你做一个耗氧很大的 因为费力 耗氧比较大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病人是更不舒服的 老人家手机传来贴图 图文必貌解说 拍打手肘内侧 也能在第一时间急救 有一些穴道的按摩 那确实可以让病人暂时的去 去减轻他的痛苦 但是问题是因为现在 医疗科技的发达 你可能有一些药物还有仪器 还是要在医疗院所才能够拥有 另一个更专业的网路传言 高风险心肌梗塞患者 最好随身携带阿斯匹林 发作时吃下就能救命 这也是真的吗 网路传言一知半解 医师一一破除 回归根本心脏急症发作 还是尽快平躺并呼叫救护车 才是争取活命的最大机会 大约新闻 赖培旋 廖学信 台中报道 段价格 人 大约新闻